然後超哥就因為我說我侵犯他的肖像權 叫我把我網站上面 就是因為我網站上面有做 有做一個那個超派行程反例 因為對於我來說 那個東西就是我製作的 然後我只是想說 他告訴我的客人說 你們到了越南可以帶資商 我怎麼樣去彈琴 把每個顧客去量身規劃安排行程 然後超哥就因為這件事情 他說要告我侵犯他的肖像權 說拿著臉在打廣告 他拿著扛放在片夾片夾 然後要告我行事跟民事 只剩兩周時間 那這個部分我直接附圖 就遭到超哥反控侵犯肖像權 甚至在越南旅途中 先幫超哥帶電高達57萬元 且回國後要拿回這筆金額 還被要求簽下切結書 有空的話打給我 那個大隻剛好 在我去新加坡之前 他今天來跟我聊天 那他在問說他的勞健保 是不是要保在你們公司旅行社上面 因為他現在你知道嗎 就大家都四十幾歲 年紀也有了 所以其實對這個問題會比較在意 也因為啊3月9號我們就是要出發去拍攝 所以那期間也剛剛卡樂28點假 又這樣超哥跟我說他很忙 他說出口之類 合約書都也還沒有簽訂 於是我在出發前的最後一次去找了超哥 我清楚記得那一天在薑紫萃的巡統公司 超哥跟我說合約書上的一些帶調整的部分 然後我也說沒關係我同意超哥 那我說按出發前都沒有寫合約 我說我就問超哥說這樣沒關係 是不是對超哥沒有保障 然後超哥說 喔 到了他這個層次啊 就是一末前景 說出口的話 就是沒有在改的 叫我不要擔心 合約一點也不重要 接著超哥於3月9號底帶 越南開始拍攝 我們在拍攝前也有約定好處 此次拍攝相關的話 可以全程由我方蘭的旅遊致出 超哥他們則負責拍攝 在拍攝前我們討論了說 這次要拍些什麼 對我來說就是想要把越南的一些 比較平民的玩法到高階的玩法 就是忠實呈現給觀眾 因為所有的來參加我們公司的一些 旅遊的一些項目 根本就是根據每個人的自身條件不同 還有喜好不同 都有不同的要求 這個在出發前我就有跟超哥討論過 超哥也說沒事聽完牌就好了 距離拍攝考量會是需要盡量有店家的溝通 就是他前往第一天的第一天KTV 又超標說 帶我來這到底什麼垃圾店啊 我心裡滿是問他 我知道說 那我們就直接轉戰練一間數字格 好了吧 於是我們換店了 後來我詢問大師說 大師哥 為什麼超哥會這麼反應 大師跟我說 超哥就是喜歡那種 第一個很高的店 不要帶去那種爛店 他會不開心 大師表示說 要往高級的地方帶就對了 這樣拍攝畫面也比較好看 所以我後面就跟著一些安排一些比較高的高端的場 然後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我在偷超哥的東西在金魚 那實際上 確實這段東西全部都是我Alan在規劃的 那怎麼變成是 我把資源交出來 就變成是我在偷人家的東西 金魚這次拍攝計畫 已經就是確定告取了 我們也不會有懶人一遊的業配了 也跟超哥完全不合作了 我就跟超哥說 那既然我們不使用你們所拍攝的素材 反正超哥你也不打算提供給我 因為那時候我請超哥說 我沒想要做網站 那可不可以請超哥提供一些照片給我 因為超哥後來提供給我的照片 就很像是隨手 隨手在路邊隨便亂拍的那種很垃圾的照片 我就說啊 那我們就確定說不使用超哥的素材了 那那個越南款項是不是改由你們支付啊 這樣才合理 沒道理說我出錢出力 然後你們派你們的素材打你們的廣告 我覺得這樣不合理 OK之前可以的時候告訴我 就之前你我大直開視訊 講一下講好了就對簡單處理 接著當天一上線啊 超哥直接對我說 欸我 你真的很敢講 然後我真的很少 很少被什麼夏琳奈這樣講 然後罵一個國罵以後罵人就下線 我到超哥那邊拿錢的時候 超哥還叫我寫器結束 然後超哥直接因為我說 我侵犯他的肖像學啊 叫我把我網站上面 就是 因為我網站上面有做 有做一個那個超派行程反例 因為 因為對於我來說 那個東西原本就是我製作的 然後我只是想說 讓他告訴我的客人說 你們到越南可以帶資商 我怎麼樣去彈琴 把每個顧客去量身規劃安排行程 然後超哥就因為這件事情 要說要告我告我清換他的肖像圈 說拿他的臉再打廣告 他拿著扛棒再騙騙騙騙 然後要告我行事跟民事 只剩兩週時間 那這個部分我直接附圖 我整件事情我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出錢出力 我帶人去拍攝 我的商業經歷被偷 員工被拉 那我要吃完吃